美中台三角關係 如果要從 即便應該重新定位 可是柯文哲有必要 坐鑑我們台灣是強盜嗎 這樣子的定位 不是很荒唐很離譜 剛剛大先生已經說 是要吸引注意力 有必要坐鑑自己 去吸引注意力 而且他是坐鑑 我們2300萬同胞 柯文哲你要坐鑑 你坐鑑你自己就好 所以像柯文哲講出說 先前韓國瑜那一段 在市府的那一段 他挑戰斷尼康吞曲棍曲棍 我在這邊跟柯文哲講 柯文哲 韓國瑜跟斷尼康 甚至跟我之間 有什麼恩怨情仇 這是男子漢 跟男子漢之間的爭論 沒有你柯文哲 在那邊縮嘴 縮三道四插嘴的份 我希望柯文哲閉嘴 因為從柯文哲講的內容裡面 我再次跟大家報告 柯文哲當時出賣了韓國瑜 柯文哲沒有擔當 柯文哲進不起壓力 柯文哲接受了說要當朋友的利誘 所以放棄了韓國瑜 所以我想韓國瑜應該自己 點滴在心頭 請教一下你們男子漢之間 要怎麼解決 至少 我們至少會理出一些方法 對 現在 現在就像韓國瑜 因為大家對韓國瑜 去解決一些問題的期待更深 我現在也在講 剛才委員分析那些債務 都分析得很好 不過我是覺得大家有一個誤解 重複計算了 我簡單講 就是說其實高雄 一年1300億的稅出 其實他自己 自己的財源稅收只有400億 高雄是說其他八九百億的稅出 他是靠中央的補助 還有其他舉債來的 所以剛剛會委員講得對 你如果平衡上面來講說 這個也中央補助 沒有錯 補助了魏武營一大堆 可是那些就是在各該年度的 稅出裡面 第二點 我跟大家說明 第二點 每一個縣市在講他自己的舉債 包括中央的舉債說 五兆多這一些部分 都是講法定他實際借款 沒有把隱藏性的 如果我們中央把我們整個國家 隱藏性算進去的話 我們整個國家超過20兆的 哪一種算法比較合理 我認為高雄市政府 只是依法每一個縣市政府 比方說現在台北市 舉債1000億 所謂1000億是實際去借的款 高雄市政府沒有說謊 陳菊市長他們團隊沒有說謊 現在到他交出棒子的時候 是2400億的借款 這是沒有錯的 不是說陳菊要刻意去隱瞞什麼 還有最後我補充一點道路 我覺得道路不分藍綠在執政 其實另外有一個鈔票黨 他們在控制 這很可惡 藍綠的執政都要去把那樣的黨 抓出來 很可惡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就是說 高雄坐馬路 大家冷靜去看 當然他也有共同不對的 就是說因為監工驗收 種種這些過失 因為馬路的工程有一個特色 因為他必須快速的 趕快開放使用 所以會讓施工的責任 跟以後使用 是使用毀損的責任弄不清 所以就讓廠商可以上下棋手 關山勾結 但是大家冷靜去想 其實高雄陳菊團隊 他們做也很認真在做 只是大家要冷靜去想 過去低一點 是不是設計 沒有設計好 第二個 其實單位 單向單價預算不夠 剛剛菲委員講到 當時他做副議長 我在當任議員的時候 我們去嚴格 驗收台北市的道路 我們台北市道路 人家我們單價高 我們該剛性路面的設計 就做剛性路面 高雄那麼多重車 貨櫃車在出租入入 是不是他要 就是直接做鋼筋混凝土 要不然就是 把力清混凝土加厚等等 還有他的單價是不是太低 我覺得韓國瑜 現在擔任市長了 他應該查得一清二楚 如果前逃什麼不對 他針對不對的去講 我們其他在這邊如果做 其他說好像陳菊團隊 五千個天坑 就是有怎麼樣的勾結 那樣子我覺得這種 預測是不好的 這也違背韓國瑜這種 愛與共融 對 男子漢大張 有什麼證據 幾分證據講幾分話 不過你剛才所講到 不管是設計還是定價 也是前高雄市政府的責任 不是嗎 我講兩分鐘 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剛才世界一中講說 高雄一年的稅出預算 就花了錢一千三百億 四百億來自於他的稅收 另外九百億來自中央補助 還有這一款 但是這個魏武 我講兩個就好了 魏武營是在馬英九時候實證 這個預算不是編在高雄市政府 是編在文化部 我非常確定 市運竹場館 那個時候剛好是在 所以沒有重複計算的問題 剛好是在陳水扁 跟馬英九銜接的時候 那個預算是編在 這62億是編在教育部 沒有出現在那一千三百多億 我再跟大家報告 像台北市的體育館 還要維護費 維護費是誰說 當然是台北市政府 你知道這個高雄的市運 那個主體管他們耍賴 既然你中央 你是你教育部蓋的 所以日後的維護費 通通屬於你教育部 我跟大家報告清楚 我也跟大家 我講話都很負責任 我在大學教授了那麼多年 我在快研所 開了那麼多課 我們講話要有憑證的 那個不是 這個所有花的錢 不是在高雄市政府 稅出的預算 不是 是中央分別編在各個部會 所以沒有重複計算的問題 我們下回把這些預算 這一部分的描述 這個通通可以帶來 包括預算書 還有我補充一點 段尼康要柯文哲 把話講清楚 說誰 搞台獨又在大陸做生意 這講得對 柯文哲你講出來 剛剛大家就說 柯文哲是在暗示 說是不是就何志偉 當他們家族陽性銀行 我覺得柯文哲如果暗示這種事 柯文哲是自殺 柯文哲扶植的陳詩玉 他們的家族 叔叔就是陽性的董事 所以是一個陽性的 再跟另外一個陽性的人 我的意思就是說 用這個糟蹋何志偉是不對的 何志偉個人選民應該針對 何志偉個人的表現 來做評斷 那麼陽性是不是有在大陸投資 很多藝人在大陸投資 可是那個跟何志偉 不是 剛剛大家這樣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柯文哲 你是男子和大陸投資 你就講清楚 他不要在那邊 吱吱喳喳講這些 那個是自爆彈 他等於點燃自爆彈 他就像大家剛剛講的 那個獨眼塑一樣 他只看到一邊 只看到說 這個可以去陷害民進黨 可以去糟蹋何志偉 他沒想到說 這個引爆他自己也炸死 你特別講這一段 我都感覺你是在幫陳炳甫了 不 這個女優質 我很重的一件 慘了 我電話又接不清 我再一次強調 何志偉 我在我們節目中一定要講 其實即便是補選這麼短的 陳炳甫固然很優秀 可是何志偉 針對要擔任國會議員 他有做很充足的準備 他的政策 他的願景 大家可以去看 何志偉是最優秀的 ** 男人 女人 請 男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